要说起娱乐圈中人气比较高的明星情侣 小编在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下郑爽和张衡了 虽然郑爽之前一直都很低调 但是自从恋爱后 也慢慢地跟男友一块参加了很多档综艺节目 小编看女人们的恋爱第二季 他俩也有参加 最近小编看这档节目的花剧时 也发现他们两人去拜访了小S和蔡康永 因为小S和蔡康永这两人都是比较爱跟明星开玩笑的 所以蔡康永也是开玩笑的怼张衡 像女友的经纪人 沐张衡被怼向女友经纪人时 谁注意到郑爽的表情了 小编发现郑爽听到这句话以后 也是一直都在发出甜情的笑容 也没有表现出不开心的样子 有很多网友看到他这个表情之后 也是纷纷评价说 我好像明白了点什么 小编感觉大家应该是明白了 其实郑爽是一个开得起玩笑的人 而蔡康永之所以这么说 应该也是为了节目效果 小编感觉郑爽和张衡两个人其实挺配的 张衡长得很帅气 看着也像是个大明星 郑爽也一样非常漂亮 两个人在一块就是四个字 郎才女貌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 看到两人被下高永开玩笑这个片段后 心里有啥感想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